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健康的生活方式离不开有规律的一日三餐 无论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每一餐对身体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旺盛的精神和充沛的体力离不开一日三餐的能力输送 俗话说得好 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 但是看似简单和常见的吃饭 却能反映出人们身体健康的很多问题 吃饭与长寿之间也有很大的关系 寿命短的人吃饭的时候都会有这三个坏习惯 希望你一个也不占 无论是上班族还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 都很容易忽视早餐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午餐吃得早一点就可以不用吃早餐 所以早餐吃不吃根本无所谓 他们之所以这样想 就只是把早餐当成填饱肚子的一种方式 但其实早餐的作用不仅仅只有填饱肚子那么简单 吃早餐更大的作用是为了唤醒胆囊收缩 以便于胆汁顺利进入肠道 促进肠胃的消化 如果空腹时间过长 胆汁就会长期淤积在胆囊中 造成胆酸含量减少 容易造成结实的形成 极大的影响身体的健康 同时也有损人体寿命 人们在经过一早上的忙碌之后 经常会感觉到非常饥饿 所以中餐也是三餐中最需要吃饱的一顿 中午是一天的最中间 中餐的重要性在于补充早上散失的能量 和为下午的工作提供精神和体力 所以中餐要吃饱是很有依据的 但是有部分人由于早上不吃早餐 或者体能消耗太大 会选择在中午吃得太饱 中午吃太饱并不利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 只会给肠胃增加多余的负担 并且午饭过后一般都需要午睡 吃得太饱不仅不利于午睡的睡眠质量 也会给身体增加压力 对健康造成伤害 3.晚餐吃得太晚 部分人由于工作或者其他原因 无法按时按点地吃晚餐 常常要拖到后半月 晚餐吃得太晚会加重肠胃的负担 使得食物无法被消化吸收 导致人发生消化不良的情况 也很容易发胖 这是因为身体的排钙高峰期 是在饭后4至5个小时之间 如果太晚吃晚餐之后入睡 体内的尿液就无法及时排出 体内的钙物质也就无法及时排出 常年累月地沉淀下来 就很有可能加大换节食的可能性 4.改善饮食可以延长寿命 美国塔夫茨大学营养专家 苏珊·罗伯茨及其研究小组 对218名21到50岁的参试者研究发现 食物摄入量减少25%的人 血液中好胆固醇明显升高 肿瘤坏死因子减少25% 胰岛素抵抗降低40% 整体血压更低 简单地说 这项研究表明 只需少吃一点 不仅寿命轻松延长15年 而且还没有衰老的痕迹 发表在顶级期刊Science上的 一项最新研究称 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两年的临床试验证明 坚持八分饱两年的人 身体代谢和免疫功能会逐渐变好 如果继续坚持下去 将对人体产生长期的有益效果 如延缓衰老 延长寿命等 有什么方法可帮助做到只吃八分饱 首先 建议大家饮食要规律 不要在特别饿的情况下点餐 逛超市 进食等 建议在特别饿的情况下 可以先喝一杯水 或者吃一点水果 几个坚果 一小盒酸奶等 等到正常吃饭时 不至于暴饮暴食 此外 每餐饭都应该慢点吃 每口饭应多咀嚼几次 研究发现 大脑感受到吃饱的信号 是有延迟的 你吃得太快 就感受不到饱了 所以 最好给大脑一个反应时间 在家吃饭时 如果感觉饱了 可以赶紧撤走食物 避免继续往嘴里送东西 五 八大黄金吃饭法则 一 两餐间隔四至六小时 吃饭对于时间的把握很重要 如果两餐间隔时间太短 刚吃完上顿 还没来得及消化 就吃下一顿 影响肠胃和消化 最佳间隔时间 是四到六个小时 这恰好是混合食物 在胃里面停留的时间 二 不要狼吞虎咽 一般早餐所用时间 以15到20分钟为宜 五 晚餐 以30分钟左右为宜 三 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食物 食物多样是平衡膳食模式的基本原则 每天的膳食 应包括 骨鼠类 蔬菜水果 猪禽鱼蛋蛋 大豆坚果等食物 平均每天尽量吃12种以上的食物 每周25种以上 四 喝汤也要吃肉 对于 对于煲汤 很多人会说 营养全在汤里了 其实无论鸡汤 肉汤 还是鱼汤 汤的蛋白质含量 远不及里面的肉 要想营养均衡 喝汤也要吃肉 五 食物换着吃 在选择食物时 同类型的食物 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换换 比如 你今天吃米饭 明天可以吃面条 而后天又可以吃小米粥 全卖馒头等 再比如 猪肉 鸡肉 鸭肉 牛肉等 可以互换 鱼 虾 蟹 等 可以互换 牛奶 酸奶 奶酪等 可以互换 尽量在一段时间里 保证品种更换 多种多样 六 吃饭 不要趁热吃 食道适宜的进食温度 是10摄氏度 到40摄氏度 耐受高温 不超过60摄氏度 一旦食物温度 超过65摄氏度 便足以烫伤食道粘膜 时间久了 便会诱发食道病变 所以 热食 开水等食物 应该放置几分钟 等温度降到60摄氏度以下 再吃哦 七 饭后甜点 要少吃 不少人习惯饭后吃甜点 但甜点热度高 会额外增加能量摄入 容易肥胖 不利于自身健康 八 饭后先休息半小时 很多人喜欢饭后立马去散步 运动等 其实很多事情并不适合在吃完饭 立即就做 包括吸烟 洗澡 运动 喝浓茶 和开车等 饭后半小时内 还是以休息为主 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运动 比如擦桌子 扫地等 六 吃太饱惹出多种病 吃得少一点就能获得长寿与健康 那么吃太饱会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我们不妨接着往后看 一 吃太饱容易惹来癌 当人体摄入的蛋白质或者脂肪过量 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 而不能被很好的消化的食物 会长时间的滞留肠道中 很容易产生一些毒素 甚至是致癌的物质 另外 吃得太饱会增加患癌概率 二 吃太饱容易早衰 吃进去的食物在体内经消化代谢 氧化产生能量 但机体氧化反应中 还会产生有害化合物 自由基 它能导致细胞损伤 动脉血管硬化 从而引发疾病 衰老甚至死亡 人体摄入的能量越多 产生的自由基就越多 人体老化的程度就越快 相反 少吃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从而延缓衰老 三 吃太饱容易老年痴呆 大量摄入食物除了增加肠胃的消化压力 还容易因为热量获取过多 让身体肥胖 而肥胖的人慢性疾病患病率增高 可能一段时间之后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症都容易形成 而这些疾病会加速脑动脉硬化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受到疾病的影响 大脑功能降低 其老化速度加快 可能会让老年痴呆症入侵 日本有关专家还发现 大约有30%到40%的老年痴呆病人 在青壮年时期 都有长期饱食的习惯 4.吃太饱容易伤胃伤肠 如果胃始终处于保障状态 胃粘膜就不易得到修复的机会 胃大量分泌胃液 会破坏胃粘膜屏障 产生胃部炎症 出现消化不良症状 长期以往还可能发生胃糜烂 胃溃疡等疾病 5.吃太饱容易 伤肾伤骨 饮食过量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 因为过多的非蛋白蛋要从肾脏排出 势必加重肾脏的负担 还一时骨骼过分脱钙 患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大大增加 6.吃太饱容易引发肥胖 现代人常吃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 消化起来更加困难 多余的营养物质堆积在体内 其后果就是肥胖和一系列富贵病 包括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脂肪肝 动脉硬化 胆囊炎等 再加上由此带来的并发症 可能达到上百种 非常可怕 因此饮食方法要正确 每顿饭吃到八分饱即可 遵循合理的饮食方式 再加上健康的生活习惯 一定会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长寿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